好啦,BBQ啦,我只能做八十点视频了 不然怎么办呢? 香龟淡龟我是买不起的 侧锦龟恶龟又太大,没地方羊 国龟里我喜欢黄元不假 已经高得我分不起谁是谁了 八豆,姜豆,麻豆,蚕豆,赤豆,汉堡,无桌配 算了算了,还是编号吧 吃来想去,基于吃养空间和价格的考量 我发现只有八十点的龟类可以考虑了 人家涨价,他跌价,妹子个个都爱他 来人八十点,哼,真是有眼光 点赞,观众交转发,养龟顺利,很健康 八十点的龟类是指基硅亚科下的龟 包含六个鼠,井龟鼠,基龟鼠,地图龟鼠,钻文龟鼠,伪龟鼠和彩龟鼠 所有成员原厂于美洲 分布范围从加拿大南部往下,至中美洲到南美洲 包括西印度群岛,南端可以到阿根廷东北部 目前国内宠物市场里的巴西连 除了鸡龟鼠比较罕见 其他五个鼠的成员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比如啊,井龟鼠的东部井龟,西部井龟,南部井龟 地图龟鼠的密西西比地图龟 沃西托地图龟,黑流地图龟 尾龟鼠的火焰龟,阿拉巴马尾龟 田田圈 采龟鼠的密西西比红尔龟 格兰德采龟,黄复华龟,中美采龟 转门龟鼠的转门龟等 其实啊,说到巴西连很多龟人们是又爱又恨的 爱的是他们在这个疯狂的潮龟市场里价格相对理性 恨的是啊,他们中有些很难养 即便是被称为外来入侵物种的巴神 在人类磁眼环境中都有些弱不尽多 相信啊,很多新入龟坑的玩家 第一次接触的就是巴西连的龟类 但是能把他们顺利养大的却少之又少 所以啊,巴西连也被称为新手玩家的炮灰龟 很多老养龟玩家们不喜欢巴西连 主要是基于两点原因 一个是啊,很多巴西连的龟类体型较大 比如啊,巴神可以长到30公分 而火焰更是可以直冲40公分以上 空间压力太大 巴西连的龟类大多是越痒越丑 小时候色彩艳丽,长大后其貌不痒 不过啊,也有例外啊 比如,井龟就是巴西连中颜值相对较高的龟类 随着年龟的增长啊 他们的色彩会越来越漂亮 彻底打破了巴西连越大越长的惯例 论体型,井龟也是比较小巧的 其中,南部井龟的成体通常不会超过15公分 当然,并不是说其他的巴西连成员就不好看 只是很多需要靠基因和养工的加持 比如,火焰龟,甜甜圈,格兰德 这几种龟类啊,可以养出很惊艳的个体 但要是论颜值至真啊,还得是赞门龟 赞门龟是巴西连成员中价格较高的代表 有些啊,甚至高达6位数 已经超出了大众闯物的范畴 不过,他们的颜值确实让人惊开 好在最近他们的价格一直在回落 几百元就可以买到一只不错的大花了 如果明年继续下跌 估计啊,又要忍不住剁手了 地图龟是巴西连装最调皮的 他们水性一流,运动神经优越 把他们放在生水寺院可再次合不过了 不过要是论知名度,还得是我们的大神啊 可谁想到,这种被媒体宣传成洪水猛兽的入侵物种 在仰归玩家手里,那就是炸无炸,感冒,肺炎,扶皮,扶长,白眼,昂炎,暴臂 什么问题都能在他们身上冒出来 即便是些老玩家都无法掌控他们的命运 忍不定啊,就飞升给你看 其次啊,那生存能力,巴神在巴西连家族中还算坚挺 井归和钻文这两个颜值担当,才是傲娇的代表 特别是钻文啊,不仅需要汽水环境,还得加温饲养 如果没有一定的硬件条件,还是安安稳稳地养其他鬼吧 总的来说吧,巴西连的归类优点明显,缺点有很多 优点,价格便宜,水性良好,互动积极 缺点,有的品种体型过大,颜值太靠基因和养工 通货大都不好看 苗子难带,因为太过常见,很多玩家不能靠他们去炸弹心 不过,就我个人而已,我觉得巴西连的归类还是瞎不言喻的 就从他们在这个疯狂炒作的风气下,还能出于你而不然的精神 我给他们点赞 我是小报,我们下期再见啦